厂后要选择母婴同事吗? 这一拍我想试试看 怀孕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大家好 我是创业系妈妈晚宁妈咪 近年来政府在不断的推广母婴同事 最主要是希望可以提升母乳的不胃率 但最重要的是要请医生 评估宝宝的状况适不适合 以及妈妈的医院 这样才能真正的协助到新手爸妈 如果想要做母婴同事的妈咪们 建议你一定要做生产计划 因为当我们生产完之后 我们没办法去思考那么多 所以妈妈们建议一定要先跟队友讨论一下 我第一胎的时候也想要做母婴同事 但那时候没有做完整的生产计划 而且我生宝宝的时候催生了好几天 生完之后全身没有力 但至于我送到一般病房的时候 从病房上面直接摔了下来 连眼睛都摔坏了 所以当下我根本没有那个体力去照顾我的孩子 而这一次我的生产计划也做得比较完善 希望我可以挑战成功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 为什么我会想要做母婴同事呢 主要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是方便哺乳 我在上亿胎的时候 早上生产完之后 晚上婴儿房通知我说可以去喂宝宝了 我从病房到婴儿房的入途 其实有一段的距离 当我到婴儿房的时候 宝宝其实已经非常的饥饿了 所以他吃得非常的慌张 而母婴同事的好处就是说 你当你知道你宝宝饿的时候 你就可以立即把宝宝抱到你的身边 不会让他饿那么长的时间 而且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接下来在喂养宝宝的时候 也会比较顺手 原因二 尽早了解宝宝哭闹的缘由 宝宝为什么会哭呢 到底是因为饿了 还是因为哪里不舒服而哭闹 这是很多新手爸妈们最困扰的一件事情 而在医院里面 我们可以适时的询问医护人员 去了解宝宝到底是什么状况 让我们提早去适应宝宝 和我们之间的谋合 这样子离开医院的时候 我们才不会那么慌张无助 原因三 学习如何照顾宝宝 因为一般的新手爸妈们 应该都不会知道说 如何抱小孩啊 包尿布 换尿布 洗澡等等的 当我们做母婴同事的时候 在照料宝宝上面有任何疑问时 我们可以请医护人员来教导我们 为了让母婴同事更顺利 我们整理了四项重点 跟大家分享 诀窍一 请爸爸或家人帮忙照顾 当妈妈刚生产完之后 其实身体是非常虚弱的 而这时候呢 新生案来说 他大概要吃8-10次的母乳 所以妈妈在体力 还没有恢复的状况之下 那就需要爸爸或家人在旁边协助 将宝宝抱到床边 让妈妈补乳 或是帮宝宝换尿布等等 可以让妈妈有更多的休息时间 而且可以让妈妈远离产后忧郁症 诀窍二 请择单人烦 如果妈妈、爸爸你们的预算够的话 身上可以选择单人烦 因为这样子 妈妈比较不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干扰 而且也比较不会因为 你的宝宝在哭闹的时候呢 打扰到别人 让妈妈觉得很有压力 在没有其他等等的压力之下 可以让母婴同事更加顺利哦 诀窍三 减少亲友的探视 其实妈妈们刚生完小孩的时候 身体就已经很累了 再加上这时候亲朋好友 如果一直来探望的话 妈妈其实没有办法好好地休息 而且在照顾宝宝方面呢 其实也会有非常大的压力 如果亲友来探望的话 要麻烦遵守医院的规定 减少感染的风险 决下是 选择可以谈戏母婴同事的医疗院所 其实呢 做母婴同事啊 并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被强迫 但妈妈身体不适的时候 被诊所 被月子中心等 强迫要持续做母婴同事 因此当我们决定要做母婴同事之前 我们必须先去了解 医院或者月子中心是不是可以弹性 以目前据我所知 可能会有分四个小时 或是半天 或是夜晚 再把宝宝送回去的 这一些我们在生产之前呢 都要先确认好 以免说到时候造成自己的不必要的压力 最后 帮大家统整这一集的内容 为什么会想要母婴同事呢 原因一 方便哺乳 原因二 尽早了解宝宝哭闹的原因 原因三 学习如何照顾宝宝 再来 是母婴同事可以掌握的诀窍 诀窍一 请爸爸或家人帮忙照顾小孩 诀窍二 选择单能凡 诀窍三 减少轻友贪玩次数 诀窍四 选择可以谈戏母婴同事的院所 妈妈们 你们在生产的时候 有选择母婴同事吗 或者你有在考虑要做母婴同事呢 欢迎和我们分享你们的想法 或者是你在做母婴同事所遇到的状况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让我们下支影片见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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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代自己从天然有机开始 爱恋小妈咪 最时善舒服的孕妇妆